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來跟各位看 就是上個禮拜跟大家講 白色恐怖跟台灣社會 整個運作的情況 可能各種對白色恐怖受害人的樣態 還有他的規模、數字的各種說法 我們今天來看 白色恐怖事實上針對的目標 相當程度集中在 還有論述思考能力的這些人身上 所以當時戰後初期的大學很少 高等教育的人很少 台灣大學師範學院 台南工學院 這幾個學校大概是 白色恐怖受害很深的學校 還有很多高中 成功高中 嘉義高中 高雄中學 受害的情況特別嚴重 台灣大學白色恐怖事件 事實上 從46事件開始 1949年的4月6號 各位要注意到 這個時間還沒有宣布 台灣地區戒嚴 519在戒嚴 我們上次有跟同學講 就是白色恐怖案件其實發生在 台灣的戒嚴之前 這是4.6事件 這個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4.6事件發生是在 1949年在國共內戰戰敗的國民黨政府 他要撤退台灣之前 對校園的大掃蕩 其中傅斯年校長的角色就相當受到被神話 2014年的一張318學運的時候 掛在立法院外面的一個海報 事實上就是某種程度是傅斯年神話的顯現 上面就講 我有一個請求 今天晚上去離學生時不能流血 如果有學生流血的話 我跟你們拼命 認為說這是 傅斯年校長在4.6事件發生的時候所說的話 318學運把這個抬出來 要求軍警單位不能對學人動手 那我們說事實上 這樣的話從哪裡來的 傅斯年是講過這樣的話 那這個話從哪裡來 彭夢契當時是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 保安司令部跟警備總部 他的名字換來換去 彭夢契在1990年代接受口述歷史的時候 他講了這個事情 他說民國38年 台大跟寺院到學潮 陳思公就成城從南京回來 他就叫我來處理學潮 來辦學潮的事 當天晚上就在成城的家裡 寺院的院長謝冬敏 台大的校長傅斯年都來了 那謝冬敏向陳思公舉了一個弓 說寺院的院長他不做了 所以後來派了劉真 但是傅斯年校長就跟彭夢契講 他同意就是學生軍警到學校抓人 但是他要求今天晚上驅離學生的時候不能流血 有學生流血我就跟你拼命 但是話是從這裡來的 那這一段場景的敘述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姐妹總部打算對學校動手 找了彭夢契來 那有一位 師院的院長不願意配合 所以他說我不幹了 我們校長很願意配合 但是他說不能流血 那在台湾的那個歷史敘述裡面 如果是現在 警備總部現在沒有警備總部 好 調局 現在調局也不能這樣抓人 就是說這個情字貪圍要到學校來抓人 有一個校長不願意配合 所以他自動請辭 有一個校長願意配合 那你覺得我們會怎麼評價這兩位校長 可是在戒嚴時期 一直到戒嚴以後 事實上的這個評價是 就是謝東銘就被當局 就長期以來就認為 他是一個沒有擔當的校長 所以這個歷史 到底要怎麼評價 在很多檔案開放之後 其實應該我們有重新思考的空間 那是一個說法 就是彭夢契那是一個說法 晨晨有他自己的說法 那他的說法就更全面了 晨晨回憶錄再更晚 2000年以後晨晨回憶錄出版了 他就講了這個事情的過程 他說他跟傅思年的相處 最難忘的一幕就是民國38年 4月 我們商討台灣秩序的那一夜的談話 我剛從南京回來 深深感到南京已經沒有希望 在台灣可以共商大忌的就只有思年 就是傅思年 他說那一天 我們談話的時候在4月5號 我問他說南京完了 台灣怎麼辦 傅思年就毫不遲疑的說 要先求安定 接著說安定的辦法 他說要求安定 就要先肅清匪諜 傅思年主動講要肅清匪諜 那晨晨就說匪諜的大本營 就在你的台大和示範學院 要從這兩個地方先清洗嗎 他當即表示贊成說 你做 我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要快 第二個要徹底 第三個不能流血 所以你從層層的講法來看 就是他是有說不能流血 但他前面還更說了 就是更積極的角色 要快要徹底 在這樣的情況下面 後來就是四六事件發生 開始行動 這一天在辦公室 傅思年還有彭木器 我們就三個人一起守候消息 這次總共抓了500多人 這就是1949年4月6號的四六事件 更完整的面貌 恐怕應該是像陳誠說的這樣 有關四六事件 他發生的經過當時的背景 老師有一本書 我們學校的下使館 委託 就是四六事件與台灣大學 如果同學有興趣 去魚餵掌來看 那裡面還有地圖 就是當時他們的遊行 事情發生的地方 騎腳踏車裝在地底空間 那我們當時跟師範學院 就現在的十大 學生的來往事實上是非常密切的 那四六事件的整個經過裡面 我們如果重新爬梳了史料 學校有保存的資料 還有跟學生做了訪問 當時的學生做了口述歷史 那大概可以確認 就是這事件裡面 台大的處理方式跟示範學院是很不一樣 那我們學校是比較積極配合逮捕學生的 在學生的口述歷史裡面 台大幾個學生他們都講 警衛總部的人 沒有辦法他們到宿舍去抓人 但他沒有辦法 他拿著要逮捕的名單 但是他不知道學生是誰 所以是由學校的職員 陪同警衛總部的人員到宿舍 一一指認的 學校職員指認的 台大醫學院的院長魏火耀的口述的訪問記錄 中央研究院技師所出版的 他自己也講 那時候四六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是台大醫學院的院長 他就講說 當時是學生鼓動學潮 有人進警察 結果副校長招來軍隊 將台大醫院跟師大包圍了一天 你看他講是副校長招來的軍隊 張光直 他的回憶錄 張光直是誰呢 他是後來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在事件發生的時候他是建國中學的學生 他也被捕 然後跟台大學生關在一起 他的回憶錄裡面他就講 台大是按名單一個一個抓的 台大學生都知道 學校跟警衛總部合作 四六事件的情況 其實我們可能必須要重新再去確認 老師也找到一些官方檔案 有一個官方的文書 工程會的文書裡面他就講 因為他要承接我們學校某個職員 後來的職員 他就講他的功跟過 他說四六事件發生的時候 台大訓導處未配合政府 肅清匪諜的計畫 所以跟保安司令部是密切聯繫 陸續逮捕匪諜三十多人 從未回覆 台大跟保安司令部是很合作的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鄭通和是當時台大的訓導長 訓導長呢 當時他重要的角色就是黨跟團 就是黨的機構 情治機關 在學校監控學生很核心的一個位置 鄭通和 我們等一下後來會看到 他說呢 他是在1980年 接受報紙的訪問看出來 四六事件是怎麼回事 他說他副校長很清楚 學生之中有匪諜在搗亂 為了物理抽薪 所以台大校方請警察到學生宿舍 逮捕匪諜學生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可以再重新評估 重新想想看 那四六事件裡面學校的角色 副校長的角色 事件發生之後呢 學生就開始組織營救會 因為很多同學被抓 沒有被抓的同學就組織營救會 那包括當時有六個學院 文理農工依法 六個學院的學生就趕快 就是組織學生營救會 然後送物資去給勞理的同學 或是幫他們做一些聯繫 或是呼籲政府的工作 那他們在5月15號呢 由學生自治聯誼會 就是這個營救會 跟學生自治會 就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記者會 由盧爵會跟林榮勳這兩位同學主持 由他們來講 怎麼樣營救我們台大被捕的同學 怎麼樣來處理這個事情 學校就以校長跟訓勞處 完全不知道自救會 會要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的地點就在校長室旁邊 所以就記過 記過處分 顯然就是學校並不支持這些學生自救的活動 那四六事件經過這樣的清理 那陳陳就講 他說呢 斐碟塑金的工作可以順利進行 要完全感謝富斯年取圖洗心 就是徹底的清理 這樣子的一個遠見 那到底四六事件造成多大的傷害 警備總部有一個逮捕名單 他手上有一個逮捕名單 這逮捕名單裡面 要抓私院的學生有七個人 他這七個人 那各位看到 裡面有一些其實是外省級學生 那司法教育系是重災區 這個司法學院的教育系 那我們七個人裡面 當時有一些人並不在學校 所以沒有被捕 那各位看到這個洪志 是當天被捕的 逮捕名單裡面被捕的 七個人有三個人被捕 台大要抓十三個人 十三個人 那十三個人有一些也都不在學校 那大概抓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個 抓了七個人 那各位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 事實上他這些名單裡面 我查了一下 核對一下 有很多人 是當時各個學院自治會的幹部 那自治會的幹部 到底跟共產黨 他們就被認定 事實上就是說 自治會的幹部有組織學生 動員學生的能力 就被當局認為是潛在的敵人 那所以就是用匪諜的名義來逮捕這些人 那包括各位看這位朝前政府跟監監視這個人 認為他是從中國來的 從上海來的學運分子 台灣1949年學運又開始蠢動 是上海學生來台灣所煽動的 所以他們認為說這是共匪 這是共產黨 是匪諜的因素 因為寺院的校長並不配合警備總部的作為 所以當警察軍警去抓人的時候 寺院的宿舍強力抵抗 強烈抵抗 學生拿椅子來跟警察對抗 所以大概宿舍裡面的人都被抓走了 所以寺院被抓住268個人 然後調查之後 他們當時就被關到現在中正紀念堂那裡 那裡以前是兵營 就是訓練的地方 關到那裡去 然後查核 查核之後呢 陸陸續續把這些人放回來 所以第二天放回來105人 第三天再放回來160人 真正就是受法院的 我們等一下來看 台大被捕的只有寺院的十分之一 為什麼 因為用名單去抓的 學校職員查對名單 告訴你哪個就是他們要抓的人 學校的配合程度高 台大這邊抵抗的情況還是有 但是沒有像寺院那麼大規模 所以我們被捕了28個人 28個人裡面有7個是本來要逮捕的名單 有一些因為我抵抗 不願意就逮 要多抓了16個人 有16個學生 還有一些呢 不是在台大被抓的 我剛講說台大跟寺院學生的互動很密切 我們有一些學生就跑去住在寺院的宿舍 寺院宿舍抓那麼多人 所以有一些人是在寺院宿舍被抓走的 所以台大是有28個人 28個被捕 最後的判刑 各位就可以看 各位要注意 因為他還不是用懲治判亂條例來處理 這個時候還是用刑法內亂外患罪來處理 我們上次講過 事實上他的刑期的彈性是比較大的 是沒有那麼嚴厲的 台灣大選就有10名學生被判刑 各位看他是從凸刑5年到感訓 有的人是被保釋 抓去之後 10個人裡面 譬如說感訓之外 還有最低的刑期是4個月 是這樣的情況 那寺院是有3位被判刑 3位 其中最終是4年 比較輕的是 徒刑10年 這是4.6事件 事情並沒有因為學生被捕 然後後來用司法審判 這個時候是司法審判 不是軍法審判 沒有因為這個司法審判的事情就完結 司法學院受災非常嚴重 剛剛我們講到說 謝陸敏就去職 那官方就派了一位 立法委員 叫劉貞 他是同志當局可以信賴的人 那台大為什麼沒有換人 台大校長就是同志當局信賴的人 所以台大不用換 事業換了 劉貞來擔任校長 現在司法裡面還有劉貞的同像 他當了很久的校長 當了八年的校長 傅斯年其實當了兩年的校長 1949-1950 劉貞來了之後 就所謂的整頓學封 就是真正的 就大規模的整頓師範學院 要求學生重新登記學籍 然後他來查核 這學生有沒有問題 要不要讓他復學 結果大概有36人 因為這樣子的過程 查核的過程失去學籍 譬如說有一些學生他就跑掉了 他不敢回學校 沒有回去登記的就有11個人 其中包括我們剛剛前面看 前面總部要抓的周勝元 數學系的學生 周勝元後來逃到桃園 然後加入共產黨 加入地下黨 在桃園的南侃那邊 開始二二八之後有地下組織 周勝元他比較慘 因為官方一直通信要抓到 南侃這邊 因為他就有一個地下黨的組織 叫做林元之 南侃的蘆竹鄉的鄉長 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曾經帶來抵抗 我不知道這邊有桃園的同學 他後來就逃亡 然後在地方的人士掩護之下 他在這個地區藏匿 而變成共產黨的一個小的組織 台大跟四大學生逃了之後 他們就後來再到這裡 然後加入共產黨 台大也有學生 在這個地方加入了共產黨 周勝元後來是因為圍捕的過程裡面 就被統治黨局當場擊斃 下面就是周勝元 沒有來登記的 逃掉的 跑掉的 大概就有十一人 有一些就用別人的證件 被查出來的 大概有四個人 有一些送法院 重新回去登記 裡面有十個人 後來是送法院 十一個人是由治安機關來偵查 所以大概有三十幾個人 就是沒有辦法回學校 師範大學就變成一個 就是重新整頓之後 學風非常嚴密 然後這個黨國的控制 非常嚴密的一個學校 可以講說徹底改變了師範學院的學風 儘管是這樣 就是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 師院學生捲入白色恐怖案件的 還是非常多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辦法看師院的 我們今天來看台大 在1950年代的這個案件裡面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學校的態度又是怎麼樣 1950大概4月5月開始抓人了 就是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破獲 那台大發生的第一個案子 就是醫學院的許強案 許強案我們是同學已經看了對不對 許強案的這個案子已經看了 台大好幾個醫學院的教授被捕 那好像是六個 那歷史系同時間發生 就是歷史系學生于凱、張慶 這兩個人被捕 然後牽連十幾二十個人 那從這個案件 1950年5月就一個開始 整個1950年代 台大學生的白色恐怖案件不斷 那有幾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個就是說 這些被捕的學生裡面 有蠻多是學生自治會的幹部 就是活躍的學生 那官方就會認為這些學生是搞學運的 搞學潮的 那自治會的幹部裡面 當然就有外省人 就是有一些外省人 他更多是本省 本省級同學 那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四六世界雖然好像結束了 但是並沒有 當初發起學生自治會的這些同學 就變成官方追蹤的對象 而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案件裡面 陸續就出事 這種自治會 很多 大部分是外省級的同學 那余凱案在 余凱案在1950年的5月發生 他是一個流亡學生 青年軍的背景 然後就跑到台灣來 因為在中國大陸國務內戰 已經沒有辦法好好讀書 所以要跑到台灣來 他是資深來到台灣的 被捕之後 山東人 他涉入了這個案件叫蘇逸林案 有人說叫余飛案 也就是余飛 這個人從中國大陸來 在台灣開了一個心理學的補習班 後來統治黨局說 這個就是共產黨在台灣的組織 包括他們都是同夥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社會部 在台灣發展的組織 我去上課的人 就變成組織的成員 都被網羅進去 余凱是涉入了這個案子 被判處死刑 這是我們學校校司館保留的余凱的照片 我們來看 學校檔案 就是說余凱被捕之後 這個情質單位是調查局 調查局就給富士年校長信 告訴他說 我們破獲了共匪中央駐台匪諜的案件 抓到這個人 這個是余凱 余凱是歷史系的學生 然後他就招出來了15個人 他說他招出來了15個人 這15個人裡面 有兩個人已經潛逃 有兩個人正由我們保安司令部要去逮捕 還有9個人要求學校配合逮捕 這個檔案上面就是 這個學生要學校去查 這個學生到底是怎樣 這個學生的情況怎樣 我們可以看到的現在檔案的情形 雲凱案千年的人數非常多 保安司令部 他們也給學校罕見 這都是當時的情質機關 上個禮拜我們講的八大情質機關 有沒有 調查局是其中一個 保安司令部 保密局 這些擺設恐怖案件 我們陸陸續續都會看到 也就是說保安司令部也來罕 保安司令部說 我們在中共中央社會部的組織 他們有五個人要抓 那也是台大的學生 所以給台大的罕見裡面講 希望馬上派員 會同台灣省調查處 以及台灣大學 副十年校長 將林育檢等五名學生抓來 校長直接被情質單位當作應該要協助配合辦案的人 台大發生重大的匪諜案 而且不是只有學生 宇凱案 還有一個就是上次紅月看過的許強案 同時都在五月發生 那副十年校長處境就有一點很緊急 就是台灣大學變成是共匪的大本營 共產黨的大本營 所以副校長就很密集頻繁地跟蔣經國先生寫信 這裡你們就看到經國無雄會見 這些檔案都是我們學校的檔案 因為幫我們學校做四六事件的研究的時候 你要先給我們檔案才能做研究 檔案一看都不得了 你不知道有這些事情 竟然有這些事 那副十年就像 他密集聯繫情質單位的人跟蔣經國 蔣經國當時的角色是總統府的資料室的主任 這個資料室的主任聽起來好像不是很重要的指揮 其實他是指揮台灣情質系統的最高的指揮者 那副校長直接跟他聯繫 那他就在講 為什麼發生瑜凱的事我都不知道 所以他來解釋 解釋這樣的情形 他說我們學校裡面是有很多中國大陸來的青年軍 沒有錯 他說青年軍 我認為他們是對國家比較忠實的 所以他給予特別的照顧 並且由訓導處來照顧他們 他說訓導處 尤其是剛剛講鄭通和所任用的人 他說多為黨團同志 訓導處裡面大部分都是黨的人 黨團安插在學校裡的人 由他們來照顧七年軍 那這個過程他沒有發現裡面有什麼共產黨 直到瑜凱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才注意到 青年軍裡面是有共產黨的事 他說他是 之前他是有注意到一個人 四六事件發生的時候 有所謂的營救會 那其中有一個學生他特別注意到 他說這個斷計線 這個學生態度很壞 就是很囂張 不聽話 所以我已經把他開除了 這個斷計線 後來到在中國大陸 同學可以查一下 他是後來成為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名的人口學專家 還要台大讀書 誰要覺得他是他 他說 副司教長說已經把他開除了 然後呢 其他有一些人就聲斥 他說這是我注意到的第一個人 那其他好像他認為 青年軍裡面他沒有注意到 怎麼會有共產黨呢 然後他就把青年軍 在台大的這個 曾經被注意 或是被懲處的學生名單 然後這個細節 懲處的事由細節 然後就 就是 承報給蔣經國 表示他對台大學生的動態掌握 其實是非常認真的 只是呢 這個余凱太厲害了 沒有被他偵查到 那蔣經國也給他回信 傅孟真 孟真先生 就說你來的信我收到了 那青年軍 就台大的青年軍之間 有不滿人意者 讓人不滿意的 他說實在很遺憾 那我同意你做的各種處分 這樣子 然後他又寫 這次校長很不安 台大變成匪諜聚集 匪案 頻頻發生的地方 校長本身很不安 所以他又寫信 他說余凱在學校的時候 表面上看起來沒有異狀 平時沉默寡言 訓導處認為他平時沉默寡言 他在學校外面的活動 我們就不知道 他說呢 在余凱被捕前幾天 總統局跟保安局來學校 要求調查幾個學生 四個人 四個人裡面 其中有兩個人已經離校 元一世張哲周兩個人 當晚經學校派職員協助逮捕 就是情治機關要求學校的 學校都密切配合 余凱我沒有發現他是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說張哲周 張哲周 這位各位可以特別注意 副校長的信件裡面一直提到張哲周 他說張哲周在四六事件裡面 我就注意他了 他認為這個是有指導學生 有指揮學生的嫌疑 張哲周後來被捕 判刑十年 這是他的台灣大學的學生證 關了十年之後 他不只關十年 他又被延長刑期 好像關了十一年多 放回來 已經失去台大學的學籍怎麼辦 他去考成功大學 考上成功大學 然後奪完之後呢 他竟然回到台大任教 他最後是在台大退休的 張哲周先生還健在 已經九十好幾 大家快一百歲了 前兩年他還在台大上通師科 就是無仇的上通師科 他要把他這些經驗告訴 台大的學生 這是那個張哲周先生 那這個就是你看他不斷不斷寫信 然後他就說 俞凱案主要的問題是在俞飛 是俞飛弄了那個什麼 心理學的這個班級 他說呢 這個案裡面最核心的是 俞凱跟張哲周 校長這樣認為 但是呢 逮捕的 被情治機關逮捕的 有這麼多學生 然後他就一一調查這些學生的背景 向情治機關交代說明 他說張慶 沒有看出來 這個人怎麼會是斐碟 像這樣 家明權 家明權 這人是俞凱的女朋友 就是他們所可以掌握到的 所有的資訊 就是Paske 情治機關 大家看一下 盧學會 就是我們剛剛講 學生四六事件的自救會裡面出來開記者會的這一位 他說 他這個人 當時 他被記過兩次 而且我們已經報告了警備總部 學校都把學生的情形很密切的跟情治機關聯繫 報告警備總部 然後呢 盧學會的父親是台唐研究所的所長 好 任先哲 任先哲的姑姑是師範 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 那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 各位要注意到 後來的判刑 會跟他們的背景 有關 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會有關係 就是說 白色恐怖案件的判刑 並不完全是 依照一定的 一定的行為去法的 他有很大的彈性 上禮拜我記得我還有說 他說這15個學生 他就交代了等等 像這樣 他也跟當時警備總部的保安處處長 這是重要的特務頭子 跟彭孟契 副校長都跟他們有密切的往來 余凱案牽扯的人這麼多 後來歷史系的余凱跟張慶被判處死刑 很多學生被判處十年以上的有情徒刑 各位要知道 這種判刑期很重的學生 大概都是資深在台灣的流亡學生 但是 就是黨國 有黨國背景的家長是 黨國官員的 他們被判的刑期相對來說是比較輕的 很多是用感訊 甚至我們剛看任先哲 他就不在處理的名單裡面 這是一個 余凱案之後 事實上大家就各位要注意到 余凱案還有這些被處理的學生 其實跟那個學生 四六四星的自救會有關 這些是參與的自救會的學生 所以有點秋後算帳 雖然是用余凱案 把這些相互認識的同學都抓了 但是就是算過去的走仗 這種跟學生 四六四星的自救會有關 還有一個叫張以淮案 張以淮就是戰後的台大學生 也組織一個唱歌和唱團 叫做麥浪歌詠隊 麥浪歌詠隊也在50年之後被捕 張以淮是暗手 各位看到他們都是感化 張以淮的爸爸是 曾經擔任審黨部的 我記得好像是書記長 就是說 白氏恐怖案件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抓匪諜 一視同仁其實不是這樣 那我們剛剛上次有講過 統獨案件處理也不一樣 還有那個當事人的背景身份 如果他有黨國的背景的時候 通常他沒有被那麼嚴厲的處分 這我們就是要去檢討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潛規則 這個就是50年代 前面最開始的兩個案子 我們學校校使館 有很多早期的照片 像這個 在以前這裡叫圖書館 現在叫校使館 年齡大道一進來左邊那一棟 現在是校使館 以前是台大圖書館 在這裡合照有11個人 11個人裡面有6個人涉案 超過一半的人 捲入白氏恐怖案件 其中還有兩位被槍決 就是這個張慶跟張以淮 張慶跟這個于凱 這兩位 這也是 99個人的照片 有6個人 機率非常高 就是一個非常人人自為的時代 6個人涉入案件 這是麥浪歌詠隊的案子 學生的案子 最開始是于凱案 老師的案子就是醫學院 那時候叫做台北市工作 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 就是中共地下黨的一個台北市的組織 台北市的組織牽扯的人非常多 但是跟台大有關的 就有這麽多人 而且大部分是醫學院的 大部分是醫學院 大家可以來看 這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子 在1951年11月29號 槍決 報紙上刊登 有十字個人同一天被槍決 台灣社會非常受到震撼 因為這些人都有非常好的條件 就是說他們的背景 這麽多 可以看 被槍決的這麽多人都是醫生 那許強為首 這幾個都是醫生 有配搬重型的 就有一個畫家叫郭雪狐 各位知道嗎 郭雪狐畫了一個很有名的畫 那個畫大道成的 他的兒子郭松芬 郭松芬寫了一個很早期 六零七零年代 有人講說這是台灣最早的白色恐怖小說 他寫的小說叫做月印 月印裡面 事實上就暗暗 就是暗紫色了 這樣子的事情 對當成台灣社會的衝擊 這種白色恐怖小說 已經 我們的人權紀念館 那跟出版社合作 已經編了好幾大冊的 台灣的白色恐怖小說 其實好像有三大冊 如果各位有興趣去把它找來看 那這是幾位 那這幾個人是怎麽樣呢 就是沒有被判處死刑的 那後來到綠島去服刑 那有這麽多都是 在綠島服刑的都是醫生 而且各個的醫生都有 那綠島的醫療資源匱乏 結果醫生組成了堅強的團隊 他可以幫綠島人探病 綠島人生病都在找他們 這是非常荒謬的 很荒誕的一個情況 那醫學院 不只醫學院 再來另外一個案子 也是50年代初期 中國共產黨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有一個學生工作委員會 學生工作委員會 學生工作委員會裡面 台大學生涉案的人非常多 然後很多的學系 很多學系都有 師大學生涉案也非常多 比如說醫學院 上次我們給同學看葉勝吉 葉勝吉是這個案子的 葉勝吉他才二十幾歲 他是滿懷社會主義理想的人 在日治時期 他是戰爭時期長大的 我記得他跟李登輝先生 是同一年出生 1923年出生 他們是所謂的戰中代 在戰爭時期長大的 也就是說受日本人教育最密集 日本人的愛國教育最密集的 這樣子的人 所以他有一段時間 他認為他是日本人 跟李登輝講過 20歲以前是日本人 一樣 可是他到日本去讀書 他才發現說 日本人沒有把我們當自己人 他又覺得他是台灣人 然後他有同學到中國去 他又開始對中國有嚮往 又對所謂的祖國有嚮往 回到台灣 他本來想祖國來 統治了 很失望 所以他就慢慢的 往反抗的路上走 變成加入共產黨 這樣子 我們給同學看的這張照片 就是葉勝吉槍決前的照片 上次跟同學講 就是每個要槍決判處死刑的政治犯 都有槍決前跟槍決後的照片 後來這張照片找到 看到 把這張照片給他的兒子 各位有看他的故事嗎 他的兒子是遺父子 根本沒見過爸爸 他兒子很衝擊 他說爸爸要上刑場前 他在揣摩他爸爸的 他覺得他很堅毅的表情 其實我們完全已經無法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知道 他當時講的是什麼 這大概是學生工作委員會的 很多人講說 富士堅校長很照顧被捕的師生 被捕的學生或是師生 也確實 我們從檔案裡面可以看到 台大醫學院這麼多老師被抓 當時要抓有六個人 其中有一個姓翁的 翁廷俊教授 他當天剛好沒有來學校 沒有被捕 那抓著五個人 可是這個對校長來說 是很大的衝擊 學校教授裡面 這麼多涉入匪案 可是是真的嗎 他有懷疑 所以他就要求情勢機關 要好好對待這些老師 然後讓他們的家屬把衣服 被子能夠送進去 所以這特務人員就寫了 孟真校長 就很感謝你的協助 然後我們已經把你要送的東西 已經轉達給他們了 裡面會很優待他們 但是說要假釋這件事情 他說這不可能 這個要請示總統 校長希望能對這些 很有社會地位的這些教授們 是能夠給他們假釋 這是衛火藥 他也是協助 送了很多衣物 去給這些被捕的教授們 但是各位看 保密局 就國安部情報局 很快他就 毛人鳳 他就講說 許強等這幾個人 他們已經招供 翁廷君一名 還沒有抓到 那就是許強他們已經承認 是共團黨員 在這種情況下 校長很快就 態度轉變 他很快轉變 事實上他知道這個事情 許強還沒有判刑 還沒有處理 然後他就想說 他就寫陳文給教育部 他說許強這幾個人 逮捕之後 已經承認他是共產黨員了 許強是頭目 那有四個人 現在還有四個人 沒判刑 翁廷君沒有到案 事情尚未告一段落 事情尚未告一段落 你可能就應該等 告一段落再處理吧 可是他說 許強既然是頭目 而且已經承認了 實在不容再掛名本校 所以要求教育部 遵予立即解聘 某種程度是校長的一種自保的做法 就跟這些人劃清界限的做法 那台大匪案這麼多怎麼辦 校長越覺得不安 他就寫信給情治機關 有幾個地方我特別不放心 請你們派人來監視 校長這樣做 這是他寫的信 他是有兩個地方 台大醫院 還有呢 台大醫學院的附屬機構 叫做熱帶醫學研究所 在士林 在士林 我們把文字 把他裡面的文字摘出來 他裡面這樣講 校長就是一個情治機關 他說呢 在台大附屬機關 有一些他是不放心的 一個就是本校醫院 醫院已經抓了五個教授去了 對不對 他說呢 他說呢 這個已經發現五六人 其中有三個是各科的主任 很難保台大醫院沒有其他的共產黨 而且呢 該院人員都是台灣人 均屬台籍 地無從下手 有那個審計隔閥的問題 校長說他沒有辦法 台大醫院根本是台灣人的地牌 所以最好呢 請保安處 請尊處 還有一關治安機關 會與助事 以減少疏疑 與政府數間前途 均有大義 請你們自己來好了 各位你可以想像嗎 我們現在哪一個學校的校長說 情治機關請你們自己來 你們懷疑 派人來我們學校監視 會這樣嗎 當時副校長是這樣子 他說還有一個地方是醫學院 的那個熱帶醫學研究所 他說這個地方的人 事實就很複雜 是屬於地痞流氓一類的人 你想想看 我做醫學研究的人 怎麼會是地痞呢 校長說這真的是地痞一類分子 其中有一些人員 是否還有肩肥混積期間 這個地方人事複雜 疏疏可慮 也請你們同時注意 台大有些地方 像那個租界地一樣 就是請情治機關自己來 自己來處理 所以檔案開放 這大概都是近十年開放的檔案 民主化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只要沒有被銷毀的檔案 那現在開放了 檔案開放之後 我們對1990年代之前的台灣 過去的台灣 所有的事情的評價 或它的敘述 它的論述 它的歷史 的陳述 這些都是官方給我們的 就像你現在看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 它做嚴密的資訊的控制 你只有能夠容許官方的論述 官方要推崇誰 要肯定誰 有一套它的邏輯 但是歷史是解言之後 我們要重新看 重新來過 透過已經開放的資料跟檔案 重建我們對戰後台灣史的理解 這樣才是 就是說這個時代裡面 我們可以做的事 所以富斯年 剛剛跟同學講 他是1949年1月來到台灣 1950年的年底應該是12月 差不多剛剛好 他擔任了兩年 他在台大是卻很有貢獻 為什麼 因為官方很信任他 所以他要人要資源 教育部是給他的 台大的學生的宿舍 還有學校的設備 他是到審議會去備詢的時候 跟審議員在備詢的過程中 突然心肌梗塞過世 所以當時很震驚社會 台大學生要去跟審議會抗議 怎麼把校長給質詢死了 好像去抗議 各位要知道 1950年還是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年代 富斯年是當局非常倚重的人 他就在這個時候過世 所以等於是貝吉哀倫 把他的歷史評價 在這時候就定義下來 我們學校就設了一些紀念設施 設在這樣的情況下 但是如果我們看檔案的話 可能有重新思量的空間 重新思量的空間 就是四六事件裡面 校方是很積極在配合幾面總部 逮捕學生的 也對學生的營救行動並不支持 白色恐怖案件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學校以訓導處為主要跟校長 積極協助所謂肅心匪諜 這個肅間的工作 平時訓導處也把學生的 言行、資訊、黑名單 提供給情治機關 甚至校長邀請警備總部保安處 派員來監視學校的一些 他認為不放心 他沒有把握能夠確實掌握的 所以我說副次元校長保護學生 維護自由學風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可以再重新思考 副校長本身都被當時的 極右翼攻擊 因為非常好 本來他在中國大陸是 自由主義的騎手 他是五四運動裡面的豐原人物 他被當作是自由主義的騎手 所以49年50年 自由主義被打得很厲害 所以自由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朋友 所以某種程度 就是在這樣的處境之下的富斯年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 事實上是堅決反共的 恐怕是不是這些因素構成 讓他在這種時代的情境之中 他的選擇 這個選擇我們要怎麼評價他 事實上有一個重新思考的空間 這個是先談到富斯年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後面的政治案件 50年代台灣大學的白色恐怖案件 不只余凱案跟許強案 大概我這邊整理了 1950到1953 為什麼整理到1953呢 因為中國共產黨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件的破獲 有兩波 一波是1950年 一波是1953年 叫做重建委員會 等於說有兩波大的破獲 然後就很多案子都出來 那所以我把它稍微 我把它整理到 1950到1953 那台大私生 我去政治案件裡面查 那個是台大的 我把它挑出來 就是有多少人呢 那名單跟刑期 跟他們的這個 有的是科系 大概都 就是案件非常多 那判死刑 或是十年以上重刑的 人數非常多 除了我們剛看的這個 工委會案 學生工作委員會案 法學院的這個案子 法學院支部案 那制度判很重 很多 當時的法學院 就是在徐州路 各位尤其是 因為我們現在都搬到 搬到整個總校區了 我們徐州路那邊 有一個法學院 台大法學院 政治系 法律系 經濟系 社會系 都在那裡 所以這個叫法學院支部 並不是他們都法律系 那時候叫法學院 所以經濟系 商學系都在這裡 也判很重 熱帶醫學研究所 為什麼副校長很不安 因為熱帶醫學研究所也有 也有人捲入這個案件 有兩位職員捲入案件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前兩年 很熱門的一個電影叫做《返校》 有沒有 有同學看過 那個案子 基本上他的原型 大概就是這個社會主義大同盟案 就是有一個台大的學生畢業之後 他回到新竹那邊 他去開了一個書店 跟新竹中學的一個老師 他們就找學生組讀書會 研讀一些資料 那傅偉亮的太太 就是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而且好像傅偉亮對這個書店的店員很關心 因為店員是他的組織的成員 太太就是渡火中燒 然後去跟警察機關檢舉 這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那樣的體制之下激發的人的 你的陰暗面 然後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基本上那個返校的故事是從這個 大概從這裡來 不管就是說包括老師、學生 這名單我們已經來不及一一念 如果同學 你可以 就這些案子 可以去查詢到底是什麼樣的事 學校的統計資料 1945到49年 這四年內 全校總共的學生大概有2100多人 以前學校好小 現在一年就不只一萬人了 以前的學校規模是這樣 台籍的學生佔58% 外省來的學生佔將近42% 大概是這樣的比例 我們會看到說 台籍學生跟外籍外省籍的學生 在學院裡面分佈不太一樣 最高 就是就讀比例最高的台籍 台灣人就讀比例最高的一學院 其他市場還滿平均 法學院、理學院、農學院 比例都超過60% 萬省級學生 就是非常集中在文學院 百分之七十幾在文學院 其他的市場都滿低的 這讓我們知道一下 當時的學生還有省級的結構 50年代是白色恐怖案件 尤其是共產黨案件的高峰 50年代末期60年代以後 慢慢就出現所謂的台獨案 台獨案 台大各個學院 事實上長期都有政治案件發生 1960年代的 我們的法學院 那時候叫法學院 現在叫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系主任 彭明敏捲進去的 所以叫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自救運動的宣言 這在1964年 也就是說彭明敏跟他的兩個學生 彭明敏叫國際公法的 他的兩個法律系的學生 謝忠明跟魏廷朝 他們就寫了一個 他們誓破 當局所謂的反攻大陸 為了要反攻大陸 所以戒嚴 所以貪亂 這個事情其實是騙人的 反攻大陸根本不可能 他們看穿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要求台灣實施民主政治 彭明敏他是1961年 台大政治系系主任 各位看他的這樣的直理 在60年代 因為他是國際公法的知名學者 國際上知名的學者 所以被我們政府 把他邀請擔任駐聯合國的代表團顧問 並且他是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的成員 他很顯然是統治當局 積極栽培的台灣人的樣板 就在政府組成裡面也有一些台灣人 那是當局特別栽培的 可是彭明敏他卻 等於說有話就說 他認為的事實 該講的事情 他跟他的學生 就發表了所謂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運動 自救宣言就是我們後面會講到 意思就是說戒嚴跟勘亂 其實不是為了要反攻大陸 只是為了要獨裁統治 要求改變這樣的政府體制 後來被捕 那被捕之後呢 學生被捕 三個人都被捕 他們去印這個宣言 想要散播出去 根本來不及 全台灣 那個 都市特務 怎麼有機會讓他們把船單傳出去呢 根本沒有機會 那他被捕之後 後來他去寫回過書 然後呢 把這個 就是 如何判刑 就由總統來決定 總統就講說彭明敏 既然已經寫了回過書 並願棄屍報國 以書前簽 所以就特赦他 特赦彭明敏 那但是呢 兩個學生 魏廷朝跟謝忠明 他們並沒有回過 不准減刑 學生 後來學生被關 然後呢 彭明敏等於是被軟禁 他特赦之後軟禁 那軟禁了很多年 那他也沒有辦法在學校開課了 正式系開課也沒辦法 然後呢 家門前就做了一個特務 而且呢 有人請到他 就是他的處境很危險 那 他可能會被怎麼處理 他覺得他處境越來危險 他打算要逃走 所以1970年 他在佈置了兩三年的時間 就是透過呢 外國的傳教士 還有一些日本人 他們來台灣觀光啊 利用這樣的機會 國際人道救援組織 就是在中間 穿著引線 然後就幫他安排了 最後他是用拿著別人的護照 變裝 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從中正機場 而不是中正機場 那個台北松山機場出去了 那 不是有情勢人員在看嗎 人都跑了 知道他人都跑了 然後呢 他最後逃到瑞典 獲得政治匹庫 然後在瑞典電視上獻身 哇 天啊 情勢人員才說人都跑了 他們還在寫報告說他很乖 最近都沒有出門 領獎金 這樣子 所以這是很荒謬的事 那這就是他的故事 就是這個外國傳教士 Tom Belly 寫了 鋪火飛蛾 這可以找到 他的自由的智慧 他最近又 就是說這幾年 自由的智慧是比較早寫的 所以他沒有透露他是怎麼逃出去的 那前幾年 彭明宇又有一本書叫做逃亡 就是專門在寫他這個 整個逃亡的過程 國際救援組織 怎麼樣協助他的過程 那 所以台大政治系 就是從彭明宇事件之後 就變成就是他是一個 一個 氣在整頓的戲 那 後來的政治系整個體質的大改變 1970年以後 政治系的政治人員是聯戰 那聯戰 他們是三代 就是都是跟 國民黨政府有密切關係的 從聯合 聯亞棠到聯戰 那聯戰也是 當局 積極栽培的台灣人樣板 還是另外一個 那他跟彭明宇不一樣 他認為該做的事 那 聯氏一族 到現在我也在台灣 就變成是很 特殊的存在 那 台大政治系因為聯戰 之後 那 事實上就是跟黨的關係很密切 然後 雖然我自己是政治系畢業的 我們政治系的老師有好多都是國民黨 中山獎學金回來的 就是很核心愛國的黨員 政治系的政治氣氛 他的氣氛 就是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為什麼台大政治系 他的這個結構的問題 1970年代是台大文學院的哲學系 1970年代台灣的外交出現大的變化了 那中國人民共和國要加入聯合國 台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積極不保 那就青年學生開始要關心這個事 那同時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蔣經國接班的問題 在這個時候開始端上檯面 因為老總統年紀已經很大 他都80歲了 所以要安排接班 那在政治秩序出現有點動盪 然後又要接班 所以要怎麼辦 這個時候爆發的事情保掉事件 那原本因為戒嚴之下 所以台灣不准集會遊行 對不對 但是釣魚台 美國要把釣魚台交給日本 這個事就引起 就隱然的學生的愛國熱情 那台大我們的洞洞館外面 台大的大學論壇社 大學論壇社現在已經倒社了 他是1980年代最活躍的異議社團 那1970年代他也很活躍 他們就從洞洞館掛了兩個大的字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 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 不可以低頭 各位可以知道 那時候是非常清楚的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那樣子的概念 台大學生後來就是被允許 在野林大道遊行 校內這樣的遊行 那我們剛剛講的接班 要接班的這個過程 它就是某種程度開放 讓青年熱情無處宣洩 對不對 現在國家要遇到聯合國的問題 保釣的問題 它開放了一個空間 當時有一個雜誌叫大學雜誌 大學雜誌由黨部來支持 那就是學生青年論證的空間 你有對政府的建議改革的要求 你可以建言 就它變成這樣的一個雜誌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青年關心時政 越來越熱烈 然後台大就開始辦一些活動 主要是演講活動 讓學生的訴求就越來越高 我們現在為什麼面臨這樣的處境 那我們要民主改革 那怎麼民主改革 最後就上綱道要求國會全面改選 當局怎麼容許 怎麼可能 就是要你們在一個安全的範圍內去講話 你怎麼上綱道要動搖國本了 對不對 那當時主要是這個 舉辦的各種的座談會 非常熱烈 大爆滿 校方就開始壓制 就是大學論壇 有一些言論就不可以出來 就是他故意就把它空白 那你會看到學生就這樣 故意的說 本文奉上級命令靜坎 空白 就用這樣的方式跟學校來對抗 跟這個訓導處的人員 跟我們課外活動組的人員對抗 那個時候就是法學院 是1970年代學生運動的一個政央 法律系的學生 當時法律系系學會 主要就是學長跟學妹 洪山雄跟陳寗玉 陳寗玉現在也是非常知名的律師 各位如果查一下 洪山雄跟陳寗玉 那時候是他們辦了刊物 主要就是在做這些論述 大學論壇社也是 剛講大學論壇社 他們在學校辦做談會 就慢慢的就是 尤其是蔣經國先生在1972年順利接班 出任行政院長 開放的言論空間就開始緊收了 因為接班已經完成了 言論緊縮就開始抓人 就出事了 就開始抓人 1972年12月 大學論壇的這個座談會上 然後就有學生鼓趙 因為陳古應等等的 這些哲學系的老師 就是很鼓勵學生問證 異證 鼓勵學生運動 就有一個學生叫做馮護翔 馮護翔就起來發言 然後就是批評人家是共產黨 另外一個學生叫錢永祥 還有陳古應 他們就不讓他講話 大家都知道你是職業學生 就職業學生事件 錢永祥就去告狀 去跟校長告狀 最後呢 錢永祥不是陳永祥 錢永祥被擊過 馮護翔去告狀 批評他是職業學生的人被擊過 後來陳古應也被去職 連系府的人也被撤換 這個學生怎麼這樣通天的本領 馮護翔這個職業學生 最近過世對不對 各位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馮護翔是什麼人 就是學校裡面的職業學生 他就有這樣子翻天覆雨的能力 事情一直發生 1973年 哲學系幾個學生被捕了 錢永祥被捕了 還有剛剛講陳古應跟王小波 他們被捕了 罪名是魏匪宣傳 開始就是 就變成戴紅帽子 這個事情後來這些人是沒有被判刑 但是陳古應就是失去他的工作 我們一直在講說 戒嚴體制、威權體制 他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是一個惡的體制 他鼓勵人們互相監視、互相出賣 他用這樣子的體制的設計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會有很多的冤錯假案 在台大哲學系事件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 當時這些戲主任叫孫志森 他就認為戲上有思想問題 戲上有共產黨的那個 就是 有那個他叫做 國際重隊 這很恐怖 在當時你這樣子安罪名 給學校裡面的師生 這是很大的罪名 這是要殺頭的罪名 他用這樣的罪名 然後跟情治機關有密切的聯繫 所以就積極整頓台大哲學系 那哲學系呢 在短短的期間內 1973到1975年 總共有十幾個老師 就是被FIRE 你看一個戲才有多少老師 有十幾個老師被FIRE 整個戲全換了 等於是這樣 1973年台大哲學系的研究所 也被停召 停召一年 所以這是很嚴重的事 那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 這個是戲主任 戲主任趙天穎 陳古印 王小波 就是李日章等等 那 最近促轉會有公佈了台大哲學系的調查 各位如果有興趣 請上行政院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網站 你可以找到台大哲學系事件 我們剛剛談到說 因為檔案開放了 現在就知道說 這個哲學系的系主任 他跟情治機關究竟是怎麼樣的往來 然後事實上後來是有點失控 等於整個系的師生都被捲進去 所以哲學系也是一個體質的大改造 在75年之後 還有一個體質的大改造 然後進來了相當多的 以中國哲學為主的這樣子的人 這是我們大概就是兩個 認識系、職業系 各位可以知道這都是思想 跟思想有關 跟政治思辨有關的這樣子的系所 到1981年 台大又發生了一個事情 就是7月3號 那時候學校剛放暑假 可是一早被發現在 研究生圖書館旁邊的樓梯 有陳詩 一個人陳詩在那邊 發現這個人是台大的校友 數學系畢業的陳文成 這是當神的報紙 他造了這個學校樓梯旁邊的草坪 那從上面造下來 他爬在這邊 那非常特殊的是 他的鞋子掉在一邊 鞋子裡面有一百塊 那要自殺的人 為什麼會在自己的鞋子裡面放一百塊 因為官方說他是自殺 所以這是非常詭異 對不對 那陳文成事件 長期以來就變成了 就是大家非常要去追溯的問題 為什麼一個 他是 讓大家看 1950年出生的 他在1968年 是大學聯考第二名 考進台大數學系的 所以他可以進醫學系的 他對學系沒興趣 讀數學系 1975年到美國去拿的博士學位 之後開始在卡內基美倫大學教書 然後他剛剛結婚不久 他剛剛生了小孩 然後他回台灣奶探期 就死了 同志當局說他是自殺 可是他的人生 美好的人生才要開始的人 為什麼他要去自殺 就是完全是不合理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一追究下去 就牽涉到 警備總部為什麼要約談他 因為他被警備總部約談 之後沒有回來 警備總部是依據什麼樣的理由約談他 依據他在美國的活動 那警備總部怎麼會知道他在美國的活動 就是在美國的留學生裡面有憲民 有佈置 就是我們的黨國體制之下的憲民 上次我們不是給各位看那個圖嗎 我們說連海外都有憲民 外交部有 國民黨的海公會有 就是在海外佈憲 就是海外學生憲民的問題 就出來 到現在為止他的案情 沒有具體 就是說到底誰害死他 這個最後還沒有答案 我們學校經過長期的 我們學生會非常努力 認為這是台灣威權體制重要的場子 我們來記憶威權體制的重要場子 一個非常優秀的學長 後來知道說警備總部約談他 要處理他原因就是他在海外支持民主運動 那這樣的一個學長 所以我們學校現在 就是通過我們的校務會議通過 把他墜樓城市的地方設置 成文城事件紀念廣場 那這個紀念廣場已經在今年完成了 那個說明文出來了嗎 還沒有 就草悲文 學校對說明文的內容很有意見 本來對上面那個文字 上面那個文字叫做什麼 一位堅決抵抗國家暴力的勇者 他的那個學校本來也認為不能加寫 後來這個title也可以通過了 同意了 但是那個說明文內容一直 到現在為止學校沒有辦法通過 好 那台大的這個學生 校內的黨國控制的情況 開始出現鬆動 是在1980年代 1980年代 事實上就是台灣的民主運動 已經開始在形成氣候的這個時間 然後有學生感受到 那我們在校園內 我們也要求更多的校園民主 不然的話就是有非常嚴密的黨的控制 黨國的控制 那80年代第一波的這個運動 主要是學生會代表聯合會 就是那時候叫做代聯會 就是那時候的學生會 並不是直接選舉的 就是由學校的 就是你們系上的班代 班代去組成的代聯會 那班代在選 透過間接選舉的方式 產生代聯會主席 所以他是一個間接選舉 那間接選舉就非常好控制 尤其是黨團的運作 這個黨的組織 然後呢 他在各系 然後產生他們的學生代表 然後黨的組織推出的候選人 所以他就容易控制 那個學生組織 那時候有一些學生 就對這樣的問題他們就很有意見 他們認為應該直選 應該普選 代聯會應該普選 那80年代最早 行動的方式是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有沒有同學 有沒有認識的人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的人 這幾人都是我的同學 政治系政治系政治系 王真錦是醫學系的 王真錦是醫師 現在在桃園開醫院 賴靜玲 他就是現在立法委員賴品儀的爸爸 那他們呢 80年代開始做的行動就是 挑戰學校的教官的權威 教官對學校管理很嚴格 然後校內的監視非常嚴格 他們就趁著早上教官都還沒來的時候 就到法學院那邊 我們都在法學院二年級以後 到法學院上課 在法學院的黑板就寫 抗議國民黨專制統治 教官一看不得了 開始的時候是用這樣的方式 進行騷擾戰 那他們也去 事情就越搞越大 就是除了法學院 後來跟醫學院的人合作 然後跟兩個大的 我剛剛講說 學校重要的意義性社團 大學論壇跟大學新聞 大學新聞現在還有嗎 算是還有 算是還有 已經萎縮 現在是意識報比較強 算是 當時最重要的兩個意義社團 還有兩個學院的看護 醫學院醫訓 法學院法研 他們就開始 這幾個團體就團結起來 就要挑戰學校 挑戰審稿制度 我們所有學生寫的東西都要 科外活動組審查 要求 嚴密審查制度 他們去抗議 受到很多的處分 他們的行動越來越大膽 1983年的2月 有幾個人 劉伊德他們幾個人 就到現在叫做金華街那邊 好像是行政院長官社 現在好像是行政院長官社 那個時候是彭夢契的住宅 他們就去那個 他的外面就噴 血在血藏 吊喀局就開始抓人 不得了 所以那個屬下他們就大逃亡 有一個吊喀局副局長叫高明輝 明輝 金明明 輝就光輝了輝 高明輝就寫了這一段 後來為什麼沒有 因為已經沒有辦法處理了 台灣整個政治氣氛開始鬆動了 民主運動已經開始起來了 那你再去抓這些學生 你是刺激民主運動的團結 所以大概就是當時他們 雖然要到台灣 後來沒有事 後來沒有被抓 那改革派的學生在代聯會主席選舉 代聯會主席 我就跟各位講 他是一個組織戰 學生竟然在組織戰裡面贏了 上台的這個就是吳瑞仁 現在中研院台資所 他來擔任 但是他跟學校的對抗很有限 所以他後來是提早辭職抗議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學校第一波的80年代 開始的這個學校的 台大的學任運動 台大學任運動到1985年 到解嚴之前 一波一波往上 就是這個運動的能量越來越大 5月11號 他們開始在學校遊行 要求普選 第二年 因為這個學生 學校認為這是一個很頭痛的學生 李文中 因為他的退學時間 學生再次遊行 第三次遊行 那我們來看 後來就是形成台大的代聯會的普選運動 校園民主化的開始 1985年 這一次普選運動 只有小貓兩三隻 在年齡大道上總共只有幾個人 可是就算是只有這幾個人 學校還沒有辦法容忍 李文中被留校查看 王真錡 我們剛講的醫學院的人 被記大過 王作良也是醫學院的人 這幾個都醫學院的人 都記過 他們不妥協 再來 第二年再來 人就多了 對不對 人就越來越多了 你看他們已經可以把 已經大到直線佔滿了 這樣 那 不得了 學校就把李文中開除學籍 王作良等人留校查看 這是很嚴重的處分 對不對 學校裡面就開始靜坐 聲援李文中 學校把他開除學籍 很多理由 說他根本都不讀書 都在搞運動 學生要搞運動你管他 但是學校不允許 他說就是用學分 就是把它當掉 惡意等等 反正就是用這些方式 這是李文中王真錡 他們的抗議行動 第三次 就是1987年 1987年 1987年就認為說 511 我們要記入這個日子 這個日子就是台大學生運動 重要的紀念日 我們應該把511 當作台大學生日 這一天再來一次 就是 校園民主運動 各位看到 學生的人數越來越多 511台大學生日 這位歷史系的學生 鍾佳斌 現在是立法委員 我這個511學生 只是看起來規模就很像一回事 這中間這個人 各位看到出來他是誰嗎 他是現在的桃園市長 正晚餐 就是很苗條 那旁邊這位應該是 我現在找不到 應該有一些大家可以熟悉的 等下看 等於是各位看 85、86、87 就是學生運動已經形成 匯積起來了 88年 這一次台大就真的變成學生會普選 學校頂不住這樣子的活動之後 學生會第一次普選 第一次普選 當選的人是羅文家 羅文家 政治系的羅文家 他主要的 跟學校對抗的就是審稿制度 要求我們的學生看護 不要學校審稿 然後要求黨、政、組織 退出校園 政黨退出校園 現在裡面有很多黨的組織 要求黨部不要控制校園 他們也開始去挑戰 當時的黨國圖騰 我們學校的課外活動中心 課外活動中心 中間本來有一個 蔣介石銅像 1989年他們就去 蔣介石銅像前跳舞 就是行動劇 好像叫行動劇 給蔣介石戴高帽子 一個人給他戴一個帽子 世界偉人 民主革命家 深刻的哲學家 還有看語哲學家 就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叫做圖騰與禁忌 他們知道學校一定會處分 學校一定會忌過處分 說不定會開除學籍 武士行動劇 禁忌與圖騰 所以學生就先連署 等據所有的成員 願共同承擔一切責任 就是要開除 那我們全部願意被開除 或許學生的跟學校對抗 越來越有他的能力了 裡面有非常多熟人 聖文燦 黃偉哲 西永明 隆文家 等等 有非常多熟人 像這樣子 然後1988年 還有另外一波 就是對抗審稿制度 就是有很多看護被禁 然後總編輯或是社長被學校寄過 或是要求他們辭職 他們當時就辦 等於是地下刊物 叫做自由之愛 學生自己辦刊物 叫做自由之愛 然後他們在校門口 就是做演講 要求同學們團結起來 跟學校對抗 奪回我們的言論自由之類的 這樣子的 各位看 因為這是五一台大學生日 他們宣傳自由之愛 那裡面就有很多同學們的師長 這是林佳龍 中間這位是林佳龍 有很多師長 我記得這一位 應該是這一位 就是有我們城鄉所的黃麗玲主任 應該是這一位 然後還有很多 後來現在在學校教書的 這些 1983年到87年 那這一波 就是付出一些代價 但是不像1950年代 那樣慘重的代價 1950年代付出的幾乎都是生命的代價 血淚的代價 那83年到87年 就是校園民主運動 有很多學生被處罰 我們看一下被處罰的情況 就是83年那時候 校長是于肇中 工學院的老師 工學院的教授 那他擔任的期間沒有很長 因為他某種程度 他沒有用很嚴厲的方式 對待學生運動 所以他後來就下台了 很快被換掉了 那他們大概都是被寄過 被警告這樣 所以這是第一波 那就是有一些人 現在我們還會看到他在社會上 非常活躍 到1984年換上孫正 孫正是我們經濟系的教授 孫正擔任校長 他的手段就嚴厲很多 他不只寄過 留校查看 然後退學 等等的 那各位有一些老師們 就在這時候被寄過 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 在80年代經過這樣的抗爭行動 那當時80年代不只是台大 是一個抗爭 學生運動抗爭的那個鎮央 全台灣各個大學都開始 都開始了 都開始 那我們說台大有學生之愛 對不對 有我們自己的刊務 那各大學都有自己的 開始辦自己的地下刊務 像政大 野火 那這個怒濤等等 就每個學校 東朝是在東海大學 Sigma Sigma是成大 是吧 是成大 好像大概是這樣 就是學生運動組織 或是說改革派的學生 在80年代 就是在各地都形成了 而且他們開始串聯 開始串聯 那到1989年 他們就要求 就到立法院去請願 要求大學要改革 他們認為要大學法 大學法裡面要規定 大學自治 教授自校 政黨退出校園 每個學校裡面都有黨的組織 我們後面會跟同學講 學校裡面有黨部 有黨的小組 課外活動組是救國團控制的 他們要求這些都 就是政黨退出校園 後來就是大學法的修法 我介紹的是林國明教授 現在林國明教授 現在大概幾位 林濟文教授 這剛好我們講的眾家賓 歷史系的教授 張宗棟 他們都走上街頭 去要求大學校園的改革 果然就是最終推動了大學法的立法 大學自治 這樣子的一個機會的開始 因為各個學校在1980年代末期 其實都開始改革性設法 而且有串聯 所以到1990年 野百合學運為什麼很快燃燒 就是為什麼可以那麼快的 學生很有組織的到中正紀念堂去 他不是突然發生的 因為大概87、88、89 這幾年其實學生的運動已經開始了 而且有全台的那種 學生聯合會的組織 所以當有人 因為國民大會修憲的問題 選總統的問題開始自肥 學生去抗議 很快就非常多的各校學生的響應 後來就是佔據了中正紀念堂 你看不只大學 後來連高中專科學校都來了 就變成了野百合的學運 1990年野百合學運 我想各位爸爸媽媽大概就是 差不多是這個年代的人 老師比他們稍微大一點 我大概是1980年學運的那一代 那野百合學運裡面 我們就會看到更多的 年輕政治運動者的產生 年輕政治運動者 學運裡面非常活躍的 泛雲社會系的學生 現在行運到在地法院擔任工作 這個是學運裡面的核心組織 決策組織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鄭文燦 人差好多 鄭文燦 那野百合學運這個世代的人 現在大概已經是 你看1990到現在30年了 那這些人現在大概是 我們政治工作的 等於是他們是接班的一代 接下來大概都是這些人 大概都是這些人 那裡面我們非常熟悉的面孔 就剛講鄭文燦 鄭文燦蠻特殊的 他本來是奠基系的 然後他轉社會系 專精搞社會運動 這是鄭立軍 前文化部長 看起來沒什麼改變 那這是嘉義縣長翁張良 翁張良 他也在野百合學運裡面 非常活躍的 翁張良是哪個學校老師 我忘記了 總指揮翁張良 這個是戰後的一波波的民主運動裡面 青年學生的角色非常重要 大概 事實上所有的時代都是這樣 從日治時期以來的反抗運動 20年代反殖民運動也是學生為主 青年為主 戰後的 像我們講1950年白色恐怖 事實上也是青年為主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就是年輕人不怕犧牲 他理想性高 年紀大的人 就比較會盤算 就是年輕人覺得他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 尤其有知識青年 那他又有讀書 他還會思考 他由他所要追求的理想社會 他又不怕付出代價 所以青年學生就變成反抗運動 非常核心 那我們現在看到香港也是這樣 香港也是這樣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就是從218後來的白色恐怖 其實跟現在香港正在走的道路非常像 香港的經驗 從他們反送中運動開始 然後被鎮壓 那個過程其實跟我們現在 我們在看218事件的過程非常像 那現在開始做校園肅清了 對不對 現在把校園裡面的學生社團都關起來了 然後把他們可能的刊物現在都關起來了 恐怕接下來就會出現的就是黨團的社團 就是學校裡面就是黨的組織控制了 這樣的情況 大家就會上映 所以對香港來講 他好像在重複台灣五六十年前的道路 重新來過一遍 這是1990年代 那野百二學運 那他們就提出了 就是他們等著共同的 就是當職的上面 在廣場上他們辦自己的報紙 自己的這些印刷品出來 呼籲福爾摩沙的主人站起來 他的方式是任務規模之大 然後他的運作方式 怎麼樣透過廣場上這麼多人 這麼多學校 然後一個民主的共識的形成 這個運作事實上是相當不簡單 他們最後提出來的幾個重大的主張 解散國民大會 廢除臨時條款 召開國事會議 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 這是1990年 李登威先生擔任國家元首 同時是國民黨黨主席的時候 但是他當時 1990年之前 他權力還沒有在手中 所以學生運動起來之後 他就是運用學生運動禮應外合 就是借助社會力量 社會有這些改革要求 然後我借助這些力量去推動他的改革 所以在1990年代 臺灣民主運動的改革 事實上有朝野合作的狀況 這個時候在朝的人 已經不是蔣總統了 李登威先生在1990年 我們所謂民主化的工程 再從這時候開始 1990年 葉百合的學運 各位已經知道到2014年 又有318的學運 各位318的學運 2014年的時候你們在哪裡 在國中 所以318學運這些人 已經是老扣扣了 好 很恐怖 好 那就是臺灣市場是這樣 一波一波的 一波一波 那怎麼樣能在一波 每一個時代裡面 那就是有很多年輕人 然後他很警覺的 這個社會現在已經又進入什麼問題 然後有人願意站出來 然後就是改變那個社會 進行政治或是各種改革 在臺灣的戰後歷史上 打擊只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比較前面的過程付出代價很高 因為他威權統治 那個軍隊黨政軍特 非常集中的權力 所以可以給予反抗者嚴厲的打擊 付出很大的代價 好 所以像老師這樣的 我們這個 我現在60歲 就是民國50年 1960年以後 1960、70年 大概在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 我們還是最幸運的時代 最幸運的時代 我們成長的過程是威權統治 但是我們大概到高中到大學 已經開始進入臺灣民主專系 就是有很多人付出代價 到這時候到高中大學 他已經形成氣候 年輕人關心政治、關心社會 你這時候關心 其實你付出代價已經相對減低很多 所以我大概在這個時候 剛剛前面講 本來要抓人 本來要抓人 你去噴騎那還得了 但是後來他們並沒有付出太大的代價 80、90年 臺灣順利民主專系 所以像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大概是最幸運的人 但是我們這個世代 就是到現在為止 有很多人 因為我的成長過程 我的思想的模式 我的意識形態 其實都是在黨國塑造的過程 如果到我大學 我其實不關心民主運動 不關心社會改革 他還轉型了 可是我沒有轉型 我還在唱夜行 就變成這樣 那麼社會裡面有相當大一部分的人 其實是這樣 就是轉型民主化之後 那個社會不是所有人 他就順利改變了腦袋 有很多人他是停留在舊的腦袋 那就變成我們民主時代 社會為什麼會嚴重對立分裂 因為他相信的是過去那一套 那跟上那個時代腳步去轉變 要求民主一個新的台灣的人 跟舊台灣的人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那我們很簡單 把話約叫做藍綠分裂 對不對 我們很簡單的話約 事實上那個就是威權遺訓 威權時代留下來 威權時代的影響不是只有外面的 他最嚴重的影響是腦袋裡面的 跟蹤回事 然後我們在一起 我們現在都是有種事 有些甚麼事 有的 這邊 有的